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穿黑衣 胭脂卫尸 一脸憔悴模样的马基奥牵着妈妈和律师的手一同步入法院 民队媒体质问 马基奥没回答 不过就在准备上楼7进入法庭时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举个弓 向问奖家属之前 跟在后方的还有他 涉及殴打问奖的有机龙灰 一身黑西装低着头快闪进入 完全不发抑郁 只透过有人发表声明表示 知道自己做错了 愿意接受法律公平制裁 一看庭 有机龙灰马上就向法官表达四愿意 愿意认错 道歉 赔偿 接受法律制裁 马基奥则是否认教唆鸭子和湘莹打人 但两人采取的诉讼策约都是只认普通伤害罪 不认重伤害未遂罪 一问普通伤害罪 为告诉乃论 刑度最高三年 争取缓刑空间大 而且有机会和解 官司撤销 重伤害是公诉罪 刑则最重 刑度落在5到12年之间 但被害问奖律师主张 马基奥和有机龙灰两人不只涉及重伤害 而是刑则更重的杀人未遂罪 至少5年刑期 被告马基奥 有机龙灰 被害人 检察官三方 对于起诉法条各持所见 被告认为要轻一点 被害人去世认为要重一点 这起踹人官司案 恐怕短时间之内还不会落幕 提笔新闻 犯人 打人 该负什么样的刑责 该要怎么样的和解 就是社会大众就是说 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可是到目前为止说 可能会引用杀人未遂的这种状况 到了杀人未遂的情形 难怪今天整个的开庭攻防之间 辉文先生 杀辉文先生 这个今天是准备程序庭 是第一庭 第一庭有这么大的阵仗 而且我看到整个北院的动线 其实跟阿扁开庭 完全的同样的这个 规格是一样 就想说阿扁今天还喊说什么身体不舒服 也没什么理他 结果马基奥的案子是这么瞩目 今天在法庭上就是各书己见 其实没有具体的进度 就是被告跟原告把这个双方各自的主张讲一讲而已 其实法官没有做任何财事 所以完全没有进展的情况之下 我想只是一个表演 这是律师一个表演非常好的平台 刚刚涛哥提到说这个杀人未遂 由周武荣律师他主张应该是杀人未遂 他是林姓司机的律师 很好 那如果最后法官的判决 不是用杀人未遂的话 我倒想请问周律师那怎么办 司法不公 法官偏颇 不然怎么没有用杀人未遂 其实我想周律师他处理过很多案子 他不是第一天出来的职业 他很清楚 这一定不会是杀人未遂 所以我是比较主张说 要以林姓司机的权益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诉讼表演为出发点 因为他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今天真的把马基奥跟友基 用杀人未遂来判 把他们多关几年 判了五年以上 对对林姓司机真的比较好吗 我不是要帮马基奥他们讲话 而是说要主张林姓司机他要的权益 他要的一个公道一个赔偿 那这个是有比例原则的 这比例原则是非常清楚的 我不相信何怡婷会判杀人未遂 我也不太相信说这个 就是说什么有机杀人武器都出来了 这种语言在法律上 在法庭里面是会被挑战 而且我认为法官是不会踩的 这是在这个法庭上 实际上也进行了很多一些这种争议的情形 不过重点是在于 问讲这位林先生 他能不能得到他该有的公道 在这个整个身体上面遭受到的这种摧残 他能不能得到这个公道 精神上的这个公道是什么 可这个公道之后 那么现在社会大众看到的 这个公道是会被这个扭曲的 还是这个公道完完全全是 刚才会问题的 那么不是那么回事情了 林姓问讲夫妻是老实人 当然他们是受害者 我同意辉文的看法 我觉得林姓问讲的律师 周律师基本上有诉讼表演的味道 检察官起诉的是重伤害未遂 是公诉的 但是基本上就这一次 这一次的伤害事件发展到现在 我认为最后应该是以普通伤害定罪 所以这时候如果林姓问讲的律师 仍然要坚持要提出来变更法条 要提出杀人未遂 对林姓问讲有帮助吗 现在就林姓问讲来说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最需要的是能够得到补偿 这个赔偿包含了医药费 包含了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的损失 包含了对他的精神的慰健 他应该要得到是这些啊 你今天作为一个律师 你应该帮你的当事人争取 他应该得到的 而不是说在这个诉讼场合里面 来变成是自己的一个表演的平台 我觉得如果律师这样的话 就越竹带跑了 就纠战雀巢了 律师应该要帮当事人去着想嘛 你今天提出杀人未遂 可能到最后会有法官者接受吗 连检察官起诉的重伤害未遂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都可能没有办法成立 到时候都可能变成普通伤害罪 那在这个时候 你当事人的律师 还用这种所谓的杀人未遂的方式 我就认为要表演的味道 刚才这个邱毅教授提出来说 如果是问奖的律师 乐主带跑的话 这其实对问奖来讲 如果确实如此 对问奖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公道 可是这是不是律师的 这个周律师的意思 周律师随时都可以回应的 我最近先提点 就是说其实对这一位零四季来说 真相先大白这件事情 是他取得公道的第一步 接着借由法律程序 取得他最大利益之补偿 我觉得这个是他 借由法律诉讼的程序 所能够还回他公道的第二步 那这第二步对我们来说 其实全民都必须要关注的地方是 律师有的时候在法庭上面 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攻防 你这边主张杀人未遂 他这边主张普通伤害 那么说穿了 其实在法律上面来讲 他可能只是一个 罕假的一种方法 借由这种罕假的方法 希望未当身取得最大利益 可是问题是 那么对于这一位零四季来说 他的最大利益可能在什么地方 他最重要的还不只是在于 他自己怎么想 而在于他有没有获得正确的资讯 他有正确的法律的讯息 告诉他说 你的最大利益可能会是什么 那么借由你这样的最大利益 因为不只是对你自己 也对你家人有一个最好的保障 那么这一个讯息 他必须要完整的接收到 而不是在主观的情绪波折当中 去取得这样子的一个主观的说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其实到了法律这边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逻辑性 要有非常的平和的客观性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 他就必须要把情绪放到一边 这不只是林斯基要放一边 林斯基的家人要放一边 也包括林斯基的律师也必须要放一边 所以不能够受法庭上面任何攻防的情绪的影响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面对的 那么不受情绪的影响 而是真正客观的在法律上面 你能够获得什么样最大的利益 是 现在问题就是问讲林先生能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公道 这是林先生最想要知道的 也是社会大众说应该要还他一个公道 可是这个公道能不能够得到 这是我们接下来 这不管是这个有记或者是Makeo 几乎都讲的是同样的这个话 有四项 认错 道歉 赔偿都可以 但是接受法律的制裁 可是认罪的话 它是部分认罪 这中间重点就在这里 这一点也关系到了 这个问讲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真正公道 其实这个案子就跟那个陈续炳先生 那个在台湾的发展是一样 那么多的时间以来 很多的民众都上了一堂司法的课 那今天这个案子 就是说因为它是广泛为大家注意 那为什么这个Makeo跟有记的律师 希望能够用这个是普通伤害 那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法官 把他以普通伤害罪来这个认定的话 将来他可以和解 然后撤回告诉嘛 那这个对方的律师 要用罕价那么高叫杀人会 所以我好像 我问了好几位我的律师朋友 今天那他们大部分人 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真相 都认为好像杀人为谁 这样的一个这个请求 可能法官同意的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所以大部分的法界的人 甚至于一般的人士 现在其实都回归到 我们原来这么热烈讨论 这个题目的初衷 就是为这个弱势的司机 争取到他最高的利益 那就像奉行讲 他最高利益是什么 他最高利益是 他要他的清白 因为他最气的就是那个性侵 对不起就行凶 我老讲错 性骚扰行凶这个部分 第二就是他的工作 他的身家性命 未来的这个生计 那这个这两个部分 如果都能照顾到的话 那我想律师的工房 你今天很可以看出 我们的律师 包括男的女的 连那个服装啊 这个动作啊 怎么展示给媒体 都有非常好的剧本 所以这个连今天这个都有剧本 那这个剧本好或不好 我们没有办法评论 但是重点是 林驾驶能不能得到 他该有的一个公道 要尊重他本人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林驾驶能不能得到 他该有的一个公道 那么双方面说 说的话 是会还给林驾驶公道 还是刚好阻碍了林驾驶 得到公道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